哪个卖的最火呀? 龙中 这真的超火啊 你看小龙村都爆发 我们家这真的都卖空了 我昨天休一天就上几家 春节临近 黄金饰品进入销售旺季 今日 记者在北京一商场看到 多家金店已围绕龙年生肖主题 推出了转运珠、手镯、项链等黄金饰品 深受消费者喜爱 记者在位于北京西城区一商场内看到 消费者的购金热情依然高涨 收银台等待付款的顾客排起了长队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近期不仅金店客流量有所提高 市场消费需求也有所提升 尤其今年又是龙年 也推出了很多有具有龙年传统的 这个意义的这种贺岁产品 那首先从这种洗食客的这种龙年的锋一百件 包括龙年的贺岁金条 然后那我们再到小的像这种具有古法呀 包括高工的这种龙年的转租系列 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 此外呢在这个期间 就是我们也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 推出了一些龙年的包括金银必章 包括传统的这种投资金条 尽量的就是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这种需求 前来购买黄金饰品的消费者告诉记者 今天特意来购买生肖龙黄金饰品 用来迎接本命年 买了一个我的本命年的龙牌 正面是一个龙 是我的一个生肖 然后后面是一个福字 就比较特别一点 我很喜欢 给孩子买一个龙年的小猪 是穿在手串上的 我其实每年都给他买 今年是他的本命年 买个带龙的那个外套看 上面有一个小猪子 也一个小龙头 上面有个小福字挺好看的 这个抱抱龙吧 然后还买了一个那个 满天星的那个转运珠 寓意是新享市场 然后我们一家三口都本命年 除了龙年主题产品 工作人员表示 国潮风的黄金饰品 销售量也逐渐上升 从中国黄金协会 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呢 那么整个市场 对这种国潮的需求 在持续的一个上升 特别很多年轻人 对这种高功利的 或者自主搭配的这种产品 比较青睐 专家表示 目前黄金价格的上涨趋势 很明显 从历史上美联储 降息周期看 2024金价大概率向好 建议顾客根据自身需求 购买黄金产品 理性消费 投资金和这个首饰金 它实际上是面对的 不同的消费群体 如果是投资的话 我认为呢 就是大家还是不要减 这个时候 匆匆的入场为好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的话 肯定这个黄金价格呢 还会继续的在一个高点处 那么当然这个结果完了以后 可能会有一波小小的这个下降 希望你能够关注 就是各种影响 投资金价格的这些因素 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买在低点上 卖在高点上 但是呢 如果说是大家是为了节庆的需要 为了消费的需求 那么这个就是自己喜欢 就是最好的这个入场点 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 可以提前布局 等淡季的时候 多买一些金饰品 然后旺季的时候拿出来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我们认为任何的投资品种 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律可言的 建议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呢 去学习相关的投资知识 然后做出自己的合理的理性的投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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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